Happy Birthday to you 台北市長蔣萬安來到台北市立動物園 慶祝110週年生日快樂 又是唱歌又是切蛋糕 這氣氛是真的溫馨 只不過一想到市府裡 還有個大難題未解 恐怕就沒有那麼快樂 畢竟金華城土地可說是再次陷入僵局 故意鼎月能夠主動將 正義的10%容許獎勵 申請拿掉的話 當然就可以拼起各界的爭議跟紛擾 現在申約當然他有自己的考量 那沒有來主動申請 但不管蔣萬安李四川是怎麼樣的柔性勸導 申約開發說什麼就是不願意放棄 金華城20%的容積獎勵 似乎打算硬槓到底 不予施工勘驗 那後續如果不來報勘驗而繼續施工 就是勒力挺功 我們監聽的立場就是依法行政 這就是展現一個堅定 而且有魄力來不受各界的干擾 而堅持遵守法律 申萬安市長就是鼎月的小天使 開出這很奇怪的條件 要鼎月自己往下降20% 就像是在製政自己這個老闆 審慶金的罪行一樣 申萬安重申立場 一切依法行政 只不過前任市府似乎還在堅持 從柯文哲到都委會 整起金華城案沒有任何問題 我相信台北市優秀的公務員 還有這些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委員 都非常清楚 他們在為市民把關 也會謹守相關的程序正義 以及法律的規定 這樣子的離譜的情境 居然民眾黨還可以甩鍋 給專業的公務人員 社會大眾一定不會接受 鼎月的不願放棄 是無法做出決定 還是真正能下決策的人 還在看守所力 東森新聞陳向宇 周佩宇台北報導 根深火山 北銀行 販